歡迎各位來到西洋藝士,我是葉兆希樂團的全職樂手 今集我會講一下Fixed Doe和Moveable Doe 首先什麼叫Fixed Doe? 很簡單,我們在譜上看到一個C 我們會叫它做Doe 不理會那首曲或旋律在什麼調 一開始學樂器的時候,我們應音、看五線譜 除了我們很熟悉的Doremi Faso 除了T之外,我們叫它做Sulvername 我們還有另一套名字給這七個音 就是CDFGAB 然後我們就會把這兩套的名字對等 例如我們看到G,我們就叫它做So 如果我們看到C,我們叫它做Doe 其實一路以來這兩套名稱都是沒有衝突 但是我想,如果是一些唱歌的朋友 他們是用另外一套方法 這套方法就叫做Moveable Doe Moveable Doe就是 如果它在C Major的時候當然沒有問題 但如果到了第二個Key 譬如到了G Major的時候 對那些用Moveable Doe的朋友 他們的Doe跟用Fixed Doe的人是不一樣的 譬如他們Moveable Doe的話 他們的第一個音其實是一個G 但他們就會叫那個做Doe 他會叫那個做Fa 我再說多次 G Major第四個音 Saudit Doe 我是Fixed Doe的人 Saudit Doe 第四個音是一個C 但是對Moveable Doe的人來說 第四個音是Dore mi Fa 因為第一個音是Do 好自然第四個音當然是Fa 所以其實是 我自己覺得是很混亂的一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一個音 我明明認到它是什麼 但是我又要在腦裡 我要跟自己說 不是唱的時候 你不可以叫那個做Saud 你要叫它做Do 即使你看到的 你拉緊的那首歌是G Major 也好 你看到Saud 你要想它做Do 其實對學樂器的人來說 是很混亂的 站在一個用樂器去演奏的人的角度來看 其實這個Moveable Doe是沒有特別的用途 少少在我來說 我不覺得如果我用Moveable Doe 會令我的樂感突飛猛進 會令我的音準變得很穩陣 順帶說一說 為什麼我們會有兩套名字 為什麼我們會有Sulfaname Doreme Facility 還有為什麼我們要有CDFGA B 其實因為 剛剛講過 Doreme Facility 是用來唱歌所用的 如果我們是 要唱歌 我們不用Sulfaname 我們用Latiname 即是用CDFGA B 其實是很不順口的 大家可以想 就算最簡單的一個順率 譬如 生日快樂 code 如果我們用Sulfaname 很簡單 Sul-Sul-La-Sul-Do-T Sul-Sul-La-Sul-Do-T 但如果我們要用Latiname G-G-A-G-C-B 所以大家看到Latiname 不是用來唱歌所用 唱歌我們一定會用Doreme Facility 可能你又會問 為什麼我們還會有CDFGA B 這七個音 為什麼我們不索性 全部用Doreme Facility 因為 如果我們去 因為有時有些Sharp 對不起 因為有時有些音 是有Sharp 有Flat 有時甚至是DoubleSharp 有時是有DoubleFlat 但是 在用Sulfaname 這個System 他的極限 他的限制 就是 他不可以很準確地說出那個音 是 究竟有Sharp 有Flat 還是有些什麼 臨時的記號 他說不到 或者除非說那個人 他有Absolute Pitch 他一唱出來的音 就真的是那個Pitch 但其實這一點 亦都需要聽的人 他明白 他自己首先有Absolute Pitch 他才會聽到 對方唱的那個音 就是那個音 隨便一個沒有Absolute Pitch 都沒有用的 譬如 如果我要 因為我自己有Absolute Pitch 如果我唱那個F-Sharp 的時候 發 但別人未必知道那個 其實是一個F-Sharp 所以如果我要告訴別人 哪一個哪一個音 在譜譜上哪一個哪一個音 我最清楚的方法 就是告訴別人 那個F-Sharp 那個F-Sharp 或者是其他音 或者是那個Double-Sharp 其實就是一清二楚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會有兩套名字的原因 用我的角度去看 其實他們的分工是很清楚 是沒有重疊 Letter Name 其實就是要去指明很清楚 究竟哪一個哪一個音 的時候用的 而Sharp 而Sharp 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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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來唱一個旋律 的時候用的 是不是 就是要來唱 所以如果他已經是要 這套名稱 已經是 一初都是為了去被人唱的 所以其實是沒有需要去執著 究竟你唱那個音 如果他是第一個音的話 一定要唱到 其實這個是沒有需要 你不會因為唱 哆哆嗦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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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我不知道 比如我們剛才說的 生日歌 Sharp Sharp 我不覺得 你要唱 第二個名字 就會 其實我現在講講一下 我都有點混亂 因為我要在想 究竟他是什麼key 什麼key的這個音 是屬於什麼key的第幾個音 是太多東西了 總之我看到這個音 是G的話 我唱它梳 我看到它是F的話 不論它有Sharp 沒有Sharp 有Flat 我仍然是唱它 叫做Far 除非我真的要告訴別人 很清楚 那個Fsharp 或者那個Flat 我就會用Latin name 否則我們唱的時候 我們用Sharp 我們去指明 某一個音的時候 我們用Latin name 所以其實他們的分工 是非常非常清楚 我想這個是大部分 學樂器的人 不論他是Wins的朋友 還是Strings的朋友 甚至是指揮的朋友 他其實都是用這樣的方法 我覺得Moveable到這個System 是有一個很致命的弱點 一個閉處 就是什麼呢 是音樂去到20世紀初期 我想其實去到20世紀開始 已經變得越來越多chromatic的東西了 chromatic的意思就是 全部都是半音半音的 minor second 其實你問究竟那個Key 是什麼Key 有時候都不知道 或者不要說到 這麼後期的很chromatic的東西 譬如 WC是印象派的 印象派的作曲家 其實他寫的東西 也不是有一個很清楚的 這個tonality在這裡 那你去執著究竟 那個音應該唱到 還是很執著是movable 還是fixed 其實是沒有意思 因為他本來最自然的 就是fixed 他是什麼音 你就唱它是什麼名 然後譬如去到 我們講一些atonal music atonal music 就是完全沒有tone可言 如果我們聽atonal music 聽Veban的作品 你聽到一些音是好像很奇怪 一時就很高 立刻就跳到很低 聽到有些是Soprano唱歌 其實是 是很奇怪的 因為它是叫做atonal 是沒有調性的音樂 你在這些沒有調性的音樂 你去重用這個movable 是沒有意思可言的 所以其實到最尾就是 你看到它是什麼音 唱它什麼名 其實就已經是一了百了 既然這個movable 是有這麼大的一個限制 所以其實我也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會有人 是 還堅持唱這個movable 就算你說 譬如唱歌的朋友 我不明白為什麼 fixed到有什麼問題 你看到一個音 你唱它soul 你看到這個A的音 你唱它lar 其實就是最自然的 我不明白 為什麼 如果你唱它 一定要唱它movable 我真的不明白 這個video 我希望有一些 不是玩樂器的人 的朋友可以看到 或者可以 在那個留言 告訴我 譬如這個movable 對你來說 有什麼好處 或者你自己 怎樣看fixed到 或者你會不會想 試一下fixed到 或者你覺得fixed到 你有沒有試過 或者有什麼問題 我很希望 大家可以在留言 告訴我 我是葉兆希 樂團的全職樂手 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